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东南亚最高小的国家 而且都是邻国 在东南亚的地位 那是同病相连 因此 在古代历史中 两国时常受到东边的越南 以及西边的泰国的入侵 搞得是非常的悲催 而近代两国直接被法国吞并 成为印度至那殖民地的一部分 而在反法战争中 老挝和前普差真正站在了一起 一同反法 到二战时期 面对日本的侵略 老挝和前普差又是反法西斯的团结力量 可以说整个近代史 两国的命运几乎是绑在一起的 而越南战争后 当时的越南要重建伊路支那联邦 想要鼓励占据老挝和前普差 而在1978年 越南二十万大军对柬埔寨进行入侵 并且迅速占领柬埔寨 而此举遭到了西方和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强烈反对和谴责 但是当时最应该反对的老挝 却坚定地站在了越南一边 支持越南的行为 甚至1979年 国国对越战争 对越南的行为进行打击的时候 老挝还强烈谴责 还是站在了越南一边 而且 越南占领柬埔寨后 很快就出兵六万战了老挝 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很多人对此不理解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何越南入侵柬埔寨 老挝要强烈支持呢 其实 原因没那么简单 首先需要明白的是 当时的老挝那也是迫不得已 必须支持越南 主要是三点原因 第一 授越 难控制 老挝在1975年 在北域五万大军的支持下 打败了老挝王国 取得了老挝的政权 而当时这五万大军 相当部分其实以顾问 以军事训练的名义留了下来 而且 越南在进攻柬埔寨的同时 陆续派出军队 总数增加到六万多人 比老挝全国的军队都要多 而且战斗力强 因此 其实当时越南已经相当程度上控制了老挝 当时的老挝那是身不由己了 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因此 当时在越南的影响下 老挝只能坚定支持越南 第二 老挝人民党 老挝当时的执政党老挝人民党 其实从发源来看 那是完全来自越南 是在越南党基础上分离出来的 当时 老挝人民党主要核心成员 基本上都是有越南血统 或者娶了越南妻子 就包括老挝人民党的领导人 凯山丰威汉 那都是越南血统 其父亲就是个越南人 越南对于老挝执政党 那是影响很大 直到现在都 是 人民党内部相当部分都是七越南派 所以 当时的老挝 必然只能站在越南一边 第三 苏联的压力 越南在1978年 之所以敢于发动战争 入侵柬埔寨 最主要的 就是苏联的援助和支持 包括经济和军事的援助 使得越南才有那个胆子 而老挝也是依靠苏联 没有苏联的支持 老挝的存在和发展 那是很难持续的 而当时苏联坚定支持越南 因此 也给予了老挝很大的压力 否则后果严重 因此 老挝不得不跟越南站在一起 坚定支持 但是我们也看到 到1989年 越南撤出老挝的时候 老挝立刻跟我国改善了关系 站在了一起 从这也可以看到 当时那都是被逼的 欢迎关注 还原历史背后真相 每天为您更新新鲜的历史资讯 不出门看天下事 参考人县 越南市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